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公司法 作为市场经济的一个基础性的法律 新修订的公司法7月1号正式实施 新修订的公司法第47个条款规定 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在公司登记成立 全体股东任脚出资额由公司章程规定的公司成立至日起 5年内脚足 什么意思呢 公司成立 然后你的注册资本在5年之内要全部缴纳 这个规定就改变了2013年以来注册资本任脚支 他就要求公司在一个限期内 限期就是5年实际缴纳注册资本 也就成为了注册资本的限期实脚支 以前我公司章程写10年内交完 我就10年内交完就可以 今年以来就是因为这一条条款 中国各地发生了大规模注销企业的浪潮 那么中共呢就怕中国经济死不透 不断的折腾 不怕麻烦你 也不怕你受不了 司法部和市场监管总局的负责人曾经说 设定这个规定是针对在实践中出现了任脚出资期限过长 然后天价出资还有就空壳公司影响教育安全 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扰乱市场秩序的问题 不过呢香港中文大学法学院的教授黄辉对这条规定持反对意见 他认为实角制是一种过时的理念叫资本信用理念 就是我通过注册资本形成一个信用 但是这种做法其实是过时的 它会让交易对手过度关注资本的数额 但实际上实角资本是个历史数据 因为你这家公司不断的亏损 你资本金亏完了你也不知道 信息上是不反应的 所以呢黄辉说说这条规定将会导致 2013年改革前经常见到的各种公司资本的问题 包括什么虚报注册资本 虚假出资 抽套资金等等 其实香港就是这样 香港不依赖注册资本 长江实业李嘉诚这公司注册资本几千块 他会有信用的问题 他没有信用的问题 信用靠什么 信用靠银行 不会靠注册资本 因为注册资本可以造假 实际上很多人注册资本没有钱 怎么办 就会有过桥的公司提供验资报告 这些中介就会跑出来 实际上你还是没办法解决注册资本的问题 但是新修订的公司法实施 他有一个第252条规定 公司的发起人 股东如果你虚假出资 或者是没有交付 或者是没有按期交付注册资本 那就由公司登记机关 就是工商局 现在叫市场监管总局 责令整改也可以处于5万块钱以上 20万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 处于虚假出资或者未出资金 5%以上 15%以下的罚款 那你要是1亿 那你看看要交多少钱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的直接责任人 1万以上 10万以下的罚款 这是很严厉的罚款 随着新的公司法新规定的落地 一场关于企业注销或者是企业时角的风暴愈演愈烈 在新公司法落地之前没有完成注销的公司现在面临着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 他们还能注销吗?不行 你在注销之前你要先完成注册资本的时角 也就是说无论什么情况 到了7月1号 只要你有公司 你就要完成公司注册资本的时角 那么这里有个数据很关键 工信部有个数据 截止2022年的年底 中国的中小微企业的数量超过5200万户 红泛法律和经济研究所的所长 王永律师根据这个来计算 就算一家企业时角资本不多 10万元 5200万的中小微企业 他的注册资本也有5万亿 也就是说 这些中小微企业一年至少要交1万亿的注册资本 非常可怕 实际上呢 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新的公司法落地会有三个后果 第一个 因为他没办法时角资本 很多企业面临罚款 罚完之后就倒闭 第二个 未来新的公司注册会暴跌 为什么 本来我去注册一个资本 我拿着手里 我需要走账 我需要做一些生意 我就做 我不做生意 我就放到皮包里 我还能够运作 那你现在要我实交资本 我怎么交 所以很多企业经营活动 会变成灰色经济 我就悄悄地走现金了 我就不走公司账 这个逼梁为仓 第三个 大量的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 会变得更加狭窄 你修订公司法 目的应该是两个 第一个改善企业的生存环境 第二个降低交易成本 你现在新的公司法上来 效果正好相反 你不仅要增加交易成本 你还要让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 更加恶劣 最重要的是 五年之内 中国的中小企业 真的要去缴纳五万亿的石角资本 这对中小企业来说 肯定是一场浩劫 那你对消费会有影响 对资本市场有影响 银行的运作也会受影响 中共真的是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经济都坏成这个样子了 还来搞这种事情 事实上中国经济的恶化 今年进入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暴露期 虽然统计数据 国家统计局可以调整 但是这属于叫老黄黄沙绿期 已经没办法掩盖 它的真实的腿势 网上流传了一份东西 是山东省烟台市 烟台市下面有个县级市 叫七霞市 七霞市是个非常普通的 北方的一个县级市 它没有什么特殊资源 也没有什么知名的产业 根据网上流传的这个财务报表 今年一到五月份 七霞市一般性公共预算收入 暴跌了37.9% 为了应对财政收入的 剧烈下跌的局面 这个市政府呢 他们的办法很简单 大幅的削减教育医疗的开支 而且降低对于农业的补贴 降低的幅度在20%到40%之间 也就是说 医生教师他们的收入会大幅的下降 基本上七霞市代表的是中国最广大的地区 中国的县城是最真实的中国 它代表了真实的政府的财政状况 中国有超过70%的人口 生活在这样的县城里 不过呢 现在就算是灯红酒绿的一线城市 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网上有一个新帖子 说地方财政的紧张程度 可能超出你的想象 说上海市财政局为了实现上半年财政收支平衡 去借钱 跟谁借 跟寺庙借 借香火钱 寺庙很有钱 借了哪些钱呢 静安寺 龙华寺 玉佛寺 东陵寺 宝华寺 碧云 静院 潘龙安 洪福寺 借多少 100亿 借的最多是静安寺 静安寺一口气贡献了48亿 小一半 所以过去几年 中国各地的财政状况非常的差 经常出现的情况是 各个省全是负的 全是亏空 只有上海一个是平衡以上 正的 那你现在看 最后的堡垒也破防 可见地方财政败坏到了什么地步 随着地方财政形势的恶化 地方经济进步的走弱 原来收入很稳定的这些行业 比如说公务员啊 比如说银行职员 现在呢 这一轮经济下跌就轮到他们了 就亚洲电台报道说 武汉的居民周立说 他说我昨天听说 武汉市的公务员要减薪 他说他妹妹是在武汉的一家银行当高管 工资减30% 全员减薪 青岛有个居民叫郭先生 他说当地 无论是大餐厅还是小饭馆 生意越来越差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钱挣少了 老百姓消费不行 舍不得在外面吃饭 都是买菜自己做 武汉的餐饮业 余女士对旧亚洲电台说 他说疫情三年 很多大餐厅都倒闭 现在呢 最明显的就是吃饭的人少了 他说各行各业当中 最好的是两个行业 一个是餐饮 餐饮已经这样了 算是最好的 然后酒店业恢复到疫情价70% 其他全部都在跌 那么今年年初以来 中国的实际的经济情况 并不像官方宣传的那样 趋势回升向好 7月1号实施新的公司法 对公司注册要追缴资本金 然后又有新的会计法 加大了对财务造假的处罚力度 大家还记得 三四月份开始 税务局又开始倒查追税 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 再急剧的恶化